接着带大家来赏花 五节香52甲湿地的碎花棋盘角正在盛开 美不伸收 吸引了游客来观赏 五节香公所也特别推出了2020花星五节 碎花棋盘角之旅的活动 从7月3号开始的周五及周六 有规划了六场次的导览活动 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来五节香入住优质民宿 品尝在地的特色餐点 夜赏碎花棋盘角 2020花星五节碎花棋盘角之旅的活动 邀请大家前来观赏夏夜的烟火 也就是52甲的碎花棋盘角 花棋约一个月 即日起开放报名 活动免费参加 导览的活动日起为7月3号 7月4号 7月10号 7月11号 7月17号以及7月18号 预计六个场次 活动时间为18点30分到20点30分 每个场次25人 欢迎报名参加 最原始 最原生种的碎花棋盘角跟红香树的一个赏月赏花 是这个时候 你五节香最踏实的一个花费之旅 所以五节香为了要给国家的乡亲和理会 可以享受到这个小花棋盘角的水和米 米蕾 还有晚上可以来欣赏这样子的一个风景 所以我们特别利用这个暑期这个时间 有六个礼拜 我们晚上六点半祖油到八点 我们特别在这个土地公庙 来做一双彩绘 这个蛋 还有这个花的资礼 52甲师地的碎花棋盘角每年种下开花 夜间盛开的花朵 绚烂璀璨 因此又被称为夏夜中长在树上的烟火 供所推出六场吃的花心五节小旅行 结合了52甲师地的生态导览 以及红土鸭蛋DIY活动 更准备了五节三星社区 天然手作香照来送给参加的民众 让民众体验五节的特有文化 生态以及浓厚的人情味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民宿 晚上一起来这里走动 在这里欣赏 这样子的一个美景 这个碎花棋盘角 这个花到了晚上 在什么时候最好的欣赏时间呢 是每一天晚上 你差不多到八九点开始到凌晨一点两点 这个时候是开得最漂亮 记者会上也准备了在地的特色餐点 包括有凉拌米粉、塔香起司蛋饼、寿司、鸭赏炒饭、综合拼盘的南洋特色餐点 另外还有城堡民宿提供的住宿券两张 也为活动加分不少 欢迎全国各地的旅客 住进五节香优质的民宿 品尝在地的特色餐点 白天骑着自行车步道来享受清净水 拥有绿的舒畅 而夜间赏花体验生态环境 是慢活减碳的最佳旅游方式 而活动的详情 请关注五节香公所的亮丽五节粉丝团 一览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道